上来这初始的球型不是很好 高分支踩球旁边的障碍球太多了 用滴杆带开看看什么情况 本球能接一个 左下这个方向来看一下 中间这堆球型一定要改变一下 球运还不是那么正常 他这球一定要看球运才能有球 看似进攻 实则沉底 马上防还去落点还是要靠近右半边 周运龙是领先0.1个百分点 这个方向要注意一下 所打的红枪这个目标这里也需要有一些控制 先打开这个粉球点位 打开一粉条点位 把黑条打到粉条的位置上 打开我 打开了 红枅 打开 打开 消失 不好防了那就是要拼了 这已经相当好了 这样打不到这个左侧的保存 现在位置比刚才更难受 一上来第一件事就是砍着红色进球点 再来决定自己用什么干法打 打完以后是带活了一个底固球 对啊这个篮球能纠错就相当不错了 这球运已经相当不错了 还有带口球能接 满台式接回 看这个球面的红球它能不能都打完 越往后打越关键 这角度留大的还不行 打一点小灯杆 打得到黑球的手架位置 比较合适 要打两个 比分4比2 先到赛点了 连续两局了 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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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7. 等下来 这粉条放在黑胶点真是有力 用高根推到左侧 鸡翅炭酱都能打的 20 不是很想损失这个外面的两道球 这个角度要是可以了 这个黑球也有进 这个球形越来越好打了 篮球点位有彩球能接 那这个球形更好打了 哎 打丢了 这是个比较意外的 有把握能教的单教的质量就继续 这中代是不能考虑了 再调 往后打延续性要好打 进了 进了 你都过来了 好,有效,再留一点角度,高跟 嗯,好球啊,慢慢的就是带开的 进入到收彩阶段,现在这个分数,彩球分值拿的越高越好,彩球打两个超级 够了,这个力量够用了 底线28,超两个,不乱打就输不了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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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处理黑球的角度还是炫很细腻的 单轿的黑球的话 它这个往后接 你要考虑到右侧红枝拆解的一个方法 最碍事的是黑球点位右侧的最近的这一刻 先说最碍事的是黑球点位右侧最接近的这一刻 这个球有角度能不能踢走 踢走 踢是踢走 踢得很好 但这黑球没记 关键的球 这要不然先看看这个组合球 组合球能打成功 而这球形就全开了 单轿要叫粉轿正下的第三个 下手不太好 干法打低了 打走他这个球防更保险 这两根防的木球都是在贴裤 好球了 防得真好 总是能设计一点这种风险就会出来 也不管怎么防 这个左上的顶子还是不能让对手看在那 贴定于这种贴顶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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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定于这种贴定于这种贴顶铺的位置 贴定于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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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定的位置 喝 做不到斯诺克 这贴杆厚斯诺克是不是也可以啊 可以了吗 这冰箍球本身也有压力啊 这冰箍球要剪 现在就深了 也不是就剪戒了 稍解证一点吃带脚 说不定还漏了 我也是敢解就已经相当勇敢了 吃带脚就漏了 好吃 16 也不是说两个都打挺了 粉球和红球中间穿过来 现在这个粉球 决胜局了 决胜局 不要着急 慢慢防一下 争取把这个新手的质量给防到手啊 从这个身上看 我感觉他心里是想拼这个穿脚的 好的 有点正 要是比较偏的话 就心里就不考虑了 差不多了啊 周一龙429 这个篮球打劲是刚好是打瓢了 左下这个角度可能脚黑球还有点影响 不是太直 走篮球调整一下 非常舒服 垂直往下蹬啊 能带着右侧红这一块脚就更好 这条线路要走细一点 好 单站他选择的单轿 弹起来 刚刚好 这个左在这我还出来了 好球 太太看着要不要先留个中带拼一下准度 不打中带叫我他也不好挤 漂亮 挂着带脚尖很危险啊 关键球 又被逆转了 看得到周一龙在 心里的这方面啊 是 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的 抵抗了非常大的压力 82 5比4 战胜 吉尔伯特 有更爽的提升 掌声 再次 祝贺周一龙啊